这个山路好难走 本康 家民湖第几次 第一次 也没有爬过高山的经验吗 有 我在前年爬玉山 也是跟山友去爬玉山 今天这趟行程呢 今天这趟行程 我觉得是 相当相当的难得 尤其我在过程之中 也访问了几位的市场朋友 那我发觉有时候聊天 平常就嘻嘻嘻嘻 这样聊 但是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 那个情绪就会出来了 所以每次 每一次的访问 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是 一次很不一样的 心情的一个 丰富跟提升 就是很温暖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反正我是借由采访市场朋友 让我自己生活 我就很丰富 第二个就是爬累 真的是很累 真的是很累 尤其爬向阳山的时候 我那时候已经想说 算了算了不要爬了 我发觉 他们说两个山头 哪一边 我看两个山头 开玩笑 我走到那个交叉口的时候 有没有 已经大概都没力气了 还要再两个山头 我讲不太 不可能 不可能 或者他们说 一个多钟头 那我想一个多钟头 我在这边等他们 那不如我就上去了 结果上去了之后 发觉也有许多市场朋友 也上去了 更让我觉得 哇 知道朋友都上去了 我更要上去 但是真的很累 但是等到我上去了之后 才真的觉得很值得 人生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没有去刻骨铭心 你的收获就不会那么的刻骨铭心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这一次体力上 不过我们已经回船了 很高兴就回船了 回船了跟家家一路这样子 我们两个也聊了很多 让我也称赏很多 来互拍一下 ok ok 好我拍那个景哦 好 这是我们沿路看的风景 真的很美 非常美 我们从那边来的 好